那我們這邊的生活經驗非常的棒 大概350公尺就會到我們的 信應安和捷運站 走10分鐘就會到我們的 臨江生活夜市 在信應路事段上 我們要找到屋齡20年左右 還帶一個車尾又一層一戶的產品 真的非常非常的稀有 格局是 四房 兩廳 兩位 一室 總共使用品數有超過40坪喔 大家好 我是元喜團隊的智佑 我們又見面啦 上次我們有介紹過大安區的瑞蘭街 還記得嗎 那一間我們在天上街之後 一個月就賣掉囉 恭喜 今天只有在帶一個好案給大家 這個是在信應安和的生活圈 大安區跟信應區的交界段 我們剛好是位於在最核心的地方 臨近我們的永康商圈 東區商圈 信應計畫區 還有科技道商圈 那我們這邊的生活經驗非常的棒 大概350公尺就會到我們的 信應安和捷運站 休憩的地方 我們搭捷運過兩站 就到大安森林公園捷運站 往東邊搭 搭兩站就到象山捷運站 可以爬象山 也可以到象山公園 隔壁就是我們的美食 延吉一條街 走十分鐘 就會到我們的 臨江生活夜市 美食的部分 應有盡有 那如果說你想要參考一些 時尚的一些周邊商品 101計畫區 東區雙圈 馬上就到了 為大家帶來的是 信應路四段上 電梯滑下的產品 叫做珍藏社區 屋林二十一年 還有一個機械的車位 樓高一共九樓 一層一戶 住戶非常的單純 這邊的話 有用一個智慧院端的管理 如果說我們有人要進出 或是管理員收包裹的話 其實按一個鍵 司機就可以幫我們把包裹 直接送到我們的梯廳 其實像我們在信應路四段上 我們要找到屋林二十年左右 還帶一個車位 又一層一戶的產品 真的非常非常的稀有 剛剛有跟大家介紹 我們這一間 是用智慧遠端操控 它有二十四小時的錄影 等一下我帶大家看一下 怎麼高科技的開門 不需要用鑰匙喔 如果說我們今天包裹來了 怎麼辦 我們再上班 那我們就透過智慧APP 開門 那這時候司機就可以幫我 把包裹送進去 哈囉 歡迎進屋參觀 大家好 我是元席團隊的曾文一 接下來就由我為大家介紹 室內的環境 我們這間是位於 珍藏社區裡面 9樓中的4樓 開價是不到7000萬 6998萬 單價是116.49萬 還附帶一個車位 全狀頻數是63.92頻 車位頻數是5.99 主建屋頻數是35.48 附屬建屋是5.07 所以這樣加起來 總共使用頻數有超過40頻喔 整個空間是非常非常的大 我們目前的格局是 室房 兩廳 兩位 一室 簡單介紹一下屋主的背景 屋主是一位藝術工作者 整個環境整理得非常乾淨 重點是 這邊是一層一戶 影視性非常高 所以我們是整個三面採光 你可以看到旁邊是陽光 直接整個照射進來 我們這裡 真的是很溫暖 我們現在的位置在為我們的玄關 玄關其實真的說很重要 一些豪宅部分都做到這麼大的玄關 玄關是有兩面牆的部分 都可以放鞋櫃 或是一些雜物方便使用 一進門呢 就能看到我們 整個陽光是灑進來的 然後整個客廳是非常非常大的 屋主工作室 然後這間非常的方便 這個門很厚 基本上拉起來 裡面的隔音效果是很好的 我們要走過來 到我們的和室餐廳囉 大家有沒有覺得 我現在走過來的時間 其實是有一段距離的 因為這個室內使用真的很大 現在這一間是我們的和室 有時候屋主會在這裡休息 聽到他們自己的靈感 那我們這邊是我們的客廳的部分 屋主實際是把它弄得一個美輪美奮的感覺 還有四盞吊燈 只是這個是有點低的 所以要稍微小心一下 餐廳延伸過來 是我們的廚房 我們的廚房也很美亮 旁邊也是有窗戶的 一樣有三口的明火爐 跟我們這邊還有烤箱的部分 下面是置碗盆 廚房的使用空間 比想像中的都還要大 再來接下來我們的後陽台 是我們的曬衣空間 然後這邊旁邊也是可以放一些 食摘啊 多肉植物啊 如果你喜歡種花 種草 這邊空間也是真的很大 再來從我們廚房走出來 是我們的客用衛宇 三件套 淋浴間 廁所跟洗臉盆 接下來是看我們兩間的客戶 來 我們第一間這邊 這邊當時屋主是給小孩子住的那 有個小朋友的書桌 給他的床 然後我們其實看到這個採光也是非常的大 這間其實空間跟剛剛那間也是差不多 屋主是給小孩子住的那 其實也是蠻簡單的一個設計 都是做木板設計 旁邊也是個採光的大窗戶 然後我們後面呢是我們的大安親子館 大安親子館基本上都是國家所有 所以我們這邊動具其實是很大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面場是整片連貫性的 有沒有覺得有什麼地方不一樣呢 對 就是我們的主臥室在這裡 我們主臥室使用屏處是將近有五到六坪非常大的空間 主臥室這個窗戶啊 陽光是直接可以撒進來的 你只要不開的其實都是很明亮的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屋主真的很喜歡用木質掉的東西 所以這邊都是一個木質的衣櫃 裡面的收藏空間都是非常大的 請問你的房子適合誰 如果你需要在大安區找到室內屏處超過四十坪以上的 或者是你想要三代四代同堂的家庭也可以 這是一層一戶 你知性非常的高 我們還有二十四小時的遠端遙控 跟我們的獨立梯梯 如果你想要在跨年之後看101的煙火 直接到頂樓就可以去囉 如果你需要更大的空間 我們還有一間藍亭居 如果你需要更小一點的空間 我們也有太平洋花園 任何的需求都可以找我們服務 我是圓喜團隊的文怡 我是圓喜團隊的志佑 好 我們下次見 謝謝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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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如果貝殼回來了會說什麼嗎 貝殼貝殼 我回來了 有一天白貓掉進水裡面 黑貓把他救起來 你知道白貓第一句對黑貓講的話是什麼嗎 變黑了 錯 正解是 喵 中間壓力好大 兩次也有一個很驚人的習慣 你到現在都還是游過去嗎 有啊 可能然後我們可以起來去跑步 然後跑進去之後我們會參加 然後再去做一些 其他運動跟影響之類的 咻 開門 有沒有 就會自動幫我們開門 你太大聲了 哈哈 哈囉 歡迎 等一下 超過40瓶以上的 然後呢 換你 喔 換我 首先 欸 你看這樣子 什麼 我們來玩 我們來玩 開門 乾杯 我們自己在一起 你的歌 你 快點 我們來玩 一個 我們來玩 去玩 我們來玩